今天的市场呢 一照二照看 刀钧指数的这个持户 掉了600点 这个比特币呢 现在已经掉了1880% 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呢 开始看到掉了200点 那个500强指数呢 掉了75点 我觉得差不多最低的时候 掉了100点 这个市场呢 就是因为这个联邦 徐徐徐徐的灌水 对吧 大量的这个市场流动性 所以呢 人们在非常这个 时期呢 这个生意不好 人们生活 极难的时候 但是股票呢 一片繁荣的景象 其原因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是联邦政府 这个美国联邦局啊 在操纵这个市场 美国也在操纵这个市场 大量的资金呢 拥入到小数人的手里 对吧 我们讲1% 我们讲1%的 不是尽管看到股市涨 其实就是几个大的股票 在涨 像亚马逊啊 Tesla啊 Google啊 微软啊 这些科技巨头 对吧 巨头 反正还有呢 还有呢 就是说这些 stay home 的股票 今天呢 是一两个月来 首次看到一个大的跌幅 今天这个市场 是不是人们还在想 Buy on the dip 就是说 抢Tesla呢 还要抢呢 还是因为市场已经 对吧 所谓的 这个好消息 什么育苗啊 什么 这个联邦 经济持续计划呀 消息已经进了 还是因为市场 需要调整一下 然后继续 对吧 判断新高 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 一开门 如果市场 肯定大调了 但是大调是不是 能不能够 抢Tesla 对吧 这个是 还是 关门的时候 如果今天市场 关门的时候 比开门的时候 那低 那就表示这个市场呢 方向开始要 转了 或者是说 至少要是 要调整 这是市场的普遍规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